女骑士下坡直至骑白色脚车 抢快跨越双黄线切西瓜 左转毫不犹豫 女骑士来不及闪 击杀惨帅 脸人带车滑蕾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之前没有这条路啊 最后他们就直接就都冲啊 上次还有是从这里来 撞到这个 外套加满鲜血 零件喷满地 女骑士伤众不治 多名车祸发生在25号 桃园大运区滑信路 航程路二段口 但肇事驾驶没有停车 一路逃亡 警方巡线追到宜兰一间公庙 发现他车停在外头 怎么叫做找不到人 才发现六姓驾驶 早已弃绝身亡 出南公路 发现该车辆 在附近的铁皮屋 发现六姓男子 现场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后续将厘清他的相关的实意 招逃车后 两名驾驶先后身亡 但离奇的是 23岁良姓女骑士的父亲 也遇上违规左转被撞身亡 去年5月 天红科技罗姓副总 驾驶兵士休旅车 违规跨越双黄线 撞死保全 还爆出有分局长 陪同副总做笔录 涉嫌关说 包含分局长 以及刑事局副局长 都被寄过 没想到495天之后 女儿又被违规车撞死 赵氏料姓驾驶 一度传出是分局长退休 但桃园警方出面否认 不过违规撞死人 赵氏逃逸 最后却沉失在近百公里外 是否只是单纯事故 还是一切并非巧合 宜兰检方已经介入调查 厘清这起妇女接连身亡的离奇案件 接住前来小生常报道